Magic Box 找亮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 Isaac 想必大家在學英文的時候呢 大概覺得很困難的跟很頭痛的地方 就是被動詞變化以及搞清楚文法吧 特別是有些動詞還長得非常的像 但意思卻完全不一樣 那今天呢我就要來介紹一款 大家常常會搞混的一組動詞 那這組動詞就是 lay 跟 lie 那 lay 當動詞的時候有表示放置或者是下蛋的意思 那它的三態呢是 lay, laid, laid L-A-Y, L-A-I-D, L-A-I-D 那它的 V-I-N-G呢則是 lay, L-A-Y-I-N-G 那在本課裡面呢是當作動詞片語 Lay something out 那意思是排列或者是擺放的意思 這邊的 lay 呢表示將某物放置在某個地方 比如說 I lay all my stationary out on the desk 我將所有的文句呢都擺在書桌上 那 lie 當作動詞表示躺的時候呢 它的動詞三態是 L-I-E-L-A-Y-L-A-I-N Lay, lay, land 比如說 I lay in bed all day long yesterday because I had a terrible headache 我昨天躺在床上休息一天因為我的頭呢非常的痛 這邊的 lay 呢是躺, lied 的過去式 最後別忘了如果 lie 當動詞表示說謊的時候 動詞的三態是 lie, lied, lied L-I-E-L-I-E-D, L-I-E-D 那讓我們來造一個句子吧 Kiss should not lie to their parents 小孩子呢不可以跟父母親說謊喔 那這邊提醒大家 lie 當動詞不管是躺或者是說謊的時候 他的 V-I-N-G都是 lying L-I-I-N-G 去掉 I-E再加上 Y-I-N-G喔 好啦,那在介紹完這組長搞混的動詞之後 也換你來試試看吧 假如我要說 我弟弟把他的玩具擺放在房間的地板上 這句話的英文該怎麼說呢? The answer is My brother lays his toys out on the floor in his room 你答對了嗎?